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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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美国国务卿赞斯在四川停留的时间一共是三个小时四十分钟 之后他将飞赴北京进行访问 到目前为止 美国政府共向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百万美元的资金援助 和价值一百六十万美元的物资 中央台记得申阳张玉在四川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 29号在钓鱼台国宾馆和美国国务卿赞斯举行了会谈 赞斯说 我刚刚走访了中国四川地震灾区 中国政府抗认救灾工作取得的进展 以及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伟大精神令我印象深刻 美方愿继续向中方提供帮助 杨洁篪说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 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达了深切慰问 并提供了大量援助 我们对此再次表示感谢 杨洁篪积极评价中美关系近年来取得的长足发展 他说 下阶段中美关系存在重要发展机遇 也面临不少挑战 中美双方应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 牢牢把握建设性合作关系大方向 继续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 妥善处理彼此关切和敏感问题 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莱斯说 美中关系基础牢固 富有建设性 美方愿同中方加强对话与合作 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双方同意保持密切合作 确保两国元首夏月在日本北海道八国集团 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期间举行的会晤 取得积极成果 莱斯说 布什总统及他本人 期待着来华观摩北京奥运会 杨洁篪对此表示欢迎 并对布什总统和美国政府 多次重申支持北京奥运会表示赞赏 杨洁篪阐阐述了两岸关系新形势下 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 希望美方恪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的承诺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支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莱斯表达了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重申美方反对台独 希望两岸关系继续改善和发展 双方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 开展人权对话 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 杨洁篪说 六方会谈和半岛无核化进程取得了重要进展 中方愿与有关各方继续共同努力 全面均衡落实第二阶段剩余行动 推动六方会谈进程步入新阶段 莱斯表示 六方会谈最近有积极进展 有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美方感谢中方发挥的重要作用 愿继续同中方保持沟通与合作 双方还就伊朗河 苏丹达尔富尔 金巴布韦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后 杨洁篪和赖斯共同会见了记者 有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涡奖支线客机新洲600 29号在陕西西安市总装下线 性能更先进 更环保节能的新洲600 将在今年的9月份上天 它的诞生使得中国的支线客机 形成了系列化阵容 新洲600飞机是在新洲60的基础上 设计和研制的最大客容量为60座 比起已经在六个国家上百个航线上安全运营的新洲60飞机 新洲600更加先进舒适 它节能环保和同类飞机比较节能三分之一 起降性能好 能在草坪碎石土跑道等各种跑道上起降 适应力强 目前已经有多家航空公司提出了购买意向 随着国际燃油价格的攀升 节能环保舒适性并重的涡轮螺旋桨支线飞机 需求出现了较大增长 据预测 未来20年全球共需要涡桨支线飞机1900架 新洲600将快速进入市场 按照我们的计划 新洲600飞机将在今年9月首飞上天 将在2009年取得试航证 并开始交付用户 在2011年形成年产20架的生产交付能力 我相信西洲600飞机 以及我们整个的新洲系列飞机 将成为中国民机产业的支柱的产品 据了解 更新一代的新洲700也已经立项并开始研制 29号上午10点 陕西省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华南虎照片事件的调查结果 周正龙被依法逮捕 13名相关的公务员受到处理 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 镇平县农民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照片 是一个用老虎化拍摄的假虎照 涉嫌诈骗犯罪的周正龙已被公安机关提请检查机关批准逮捕 华南虎照片事件涉及的13名相关公务人员受到处理 其中林业厅副厅长朱俊龙 孙成谦被免职 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王曼云 信息宣传中心主任官客被撤职 陕西省林业厅去年10月做出的周正龙提供的华南虎照片是真实的 和对周正龙奖励2万元的行政决定被撤销 另外陕西省镇平县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干部李谦 因虚造华南虎照片刊验报告等严重失职行为被开除公职 去年9月周正龙在林乡村民家寻得老虎化一幅 成为后来他拍虎的道具 今年4月初周正龙在本村村民一谋的帮助下 用事先制作的木制虎爪模具 在镇平县北草坡的雪地里纳印假虎爪痕迹后拍照 仍企图继续行骗 从25号开始广东省持续降雨 28号到29号 广东多个地区再次遭受了暴雨袭击 造成城市街道受烟泥湿流等灾害 气象部门预计29号到30号 华南地区以及西北华北的部分地区 还将出现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这轮暴雨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增城 深圳和从化合园惠州等市县 深圳连续两天的强降雨 使市区多个地方出现严重水禁 部分车辆抛锚 广东德庆县24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29毫米 暴雨引发的洪水造成河机崩塌 52处农作物受烟2.67万亩 1.5万人被紧急转移 位于广州白云区人和镇的方石大桥 由于河水湍急被冲垮 暴雨造成广东部分江河出现超警戒水位 其中东江下游增江支流出现接近10年一遇的洪水 广东省防总的最新灾情统计 25号以来风神带来的降雨已经造成广东全省14人死亡 9人失踪 广西北海28号到29号出现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强降雨 北海市区降雨量超过182.2毫米 市区出现50多处严重内涝 气象部门预计29号到30号 中国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黄淮及江南中南部 华南大部的部分地区仍会有不同程度的降雨 并会出现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近来美国的部分地区也是洪灾肆虐 自从本月上旬起美国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流域 由于连降大雨导致了河水暴涨 六个州因此遭受了严重损失 其中密苏里州临时用沙袋搭起的防洪堤 28号被水冲塌了 沿岸民众不得不紧急疏散 受到影响的是密苏里州城镇圣彼得斯 温菲尔德和福利 当地居民在凌晨4点30分接到警报 要求紧急撤离 在地势较低的温菲尔德目前已经有92户居民住宅被毁 另有650户因洪水阻隔无法靠近而不能估测受损情况 除了密苏里州外 持续半月的洪灾已经造成了爱奥巴 印第安那 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等州遭受了严重损失 至少24人在洪灾中死亡 148人受伤 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15亿美元 此外 在区域初步估计素有美国粮仓支撑的中西部大片农田 今年将有大约200万公顷的田地颗粒无收 据美国气象部门预测 中西部的洪水到7月中旬才能明显消退 我们再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贾法里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伊朗如果遭受军事打击 将以控制海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通道来进行反抗 贾法里同时警告以色列不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评称以色列完全处于伊朗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 以色列29号重新开放了以色列和加沙地带之间的苏法口岸 按计划当天将有80辆卡车的货物通过口岸运进加沙地带 此前按照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各派别之间达成停火协议 以色列曾于22号开放了加沙地带之间的货物口岸 后因把武装组织发射卡桑火箭 以色列25号关闭了所有的口岸 俄罗斯总理普京28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理 继末深刻会晤后表示 北约东扩是非建设性的 不能解决任何安全问题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 其主权将会受到限制 俄乌在敏感的高尖端军事基础方面的合作将会终止 为期一天的第十次中美洲墨西哥首脑会议 28号在墨西哥东南部塔瓦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比目 会议发表声明决定继续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 墨西哥哥伦比亚 伯利兹萨尔瓦多 红多拉斯 哥斯达里加 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等国领导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成都已经确定在明年实现城乡医疗目标 双流线率先制定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办法 开展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工作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近日在四川双流线各个区县医院里 每个前来就医的患者都持有一张成都社会保险卡 医保卡和农民享受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让这里的老百姓住院的门槛大大降低了 原来看不起病的人赶进医院了 双流线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统一纳入医疗保险制度 加大了财政投入 由过去县财政每年补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600多万元 城乡统筹之后 今年达到了8000万元 同时提高保障水平 参保人员可享受住院医疗报销最高95% 年度支付限额5到8万元的待遇 中国古典艺术品收藏2008高峰论坛日前在合肥举行 本村论坛不仅吸引了众多中国内地和港澳台的收藏家 还有来自于澳大利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国的收藏家与会 论坛展出了数百件从海内外征集来的文物精品 其中包括轻工的月寿糖宝玉洗在内的一批海外回流文物 格外引人注目 感谢各位收看这时段的新闻 再会 健康行动 美味新宝 上好家 中旺工业特种旅行台 建设美好未来 辽宁中旺集团 黄河从这里入海 石油之城 生态之城 中国公营 福日大家坊 这里有家的一切 好柔柔呀 福日大家坊 真正大家坊 时尚之都批发之城 火门富民时装城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好夜寿品 美味新鲜 营养健康每一天 金色海岸 温泉之都 文庚 鸭鹿江明珠 吉林 通话 吉安 感受鸭鹿江风情 领略或山口湖盛景 旅游休闲度假 请到吉林通话 大连 建设全球 软件和服务外包 新领军城市